美国联邦政府在十几个共和党的叛徒的帮忙下 立了一个最恶心 最侵权最违宪的法律 红旗法 那这个法律有没有用呢 目前一共有19个州有红旗法 其中加州、纽约、伊利诺伊州 这几个都是大屠杀还有枪击案最多的几个州 芝加哥在独立纪念日的时候 发生了大屠杀的枪击事件 我们还来不及探讨 也还没来得及为死者调念之前 左派就已经说他们找到的解决方式了 就是要进枪 或者要有更多的枪支管理 我没有为观众传信息给我说 他最近买枪了 但是他看到这么多的枪击案 他是不是做错事了 是不是真的不应该要有枪 是不是应该要进枪 现在他有点后悔 希望我在节目上可以讨论一下 今天我们就来针对这次独立纪念日的枪击案 做一个特辑 我不会把这个凶手的照片 还有影片还有名字放在节目上 而且未来在AI News上面 也不会出现这类人的照片跟影片 因为我们拒绝promote这种人 我是Eton 欢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每次只要有枪击案发生 就表示你身为一个合法的美国公民 你的宪法第二修正案 这个天赐给你的 而且被宪法保护的权利 就应该要多被侵犯一点点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每次提出来的解决方案 都只是纯粹侵权而已 并不会阻止任何神经病 去大规模的屠杀人 这次 芝加哥独立纪念日屠杀事件 证明了这件事 美国的问题非常非常的深 而且非常的大 不是废除我们的持枪权就可以解决的 我们可以说那些人是神经病 或者是那些累犯的犯罪 不管怎么样 这整件案件都证明 美国本身有很大的问题 现在我们有很多男人 长不大 还是个男孩 而且对着其他人做很恶心 而且很邪恶的事情 这些事 你不管通过什么法律 这边先记得 伊利诺伊州 有非常严格的枪支管理法 特别是在芝加哥这个城市 就算是枪支管理这么严格 也无法阻止这些人犯罪 因为美国有非常多的人 在系统洗脑下 有非常不健康的脑袋跟思想 直到我们认真探讨 而且认真面对之前 为什么美国会有这么多 心灵不完整 而且不健康的人之前 我们基本上不太会有办法 找到停止这些邪恶行为的方法 法律是要来 喝止人类邪恶行为的机制 但是当人类的邪恶思想扩张 而且根本不在乎法律的时候 法律就完全失去了 喝止的用途 我们的心灵越来越不健康的时候 再多的法律都没有用 因为法律只对有良知 而且有底线的人才有用 他们会因为 法律带来的刑罚 而重新思考 所以说对那些彻底邪恶 或是对那些彻底身心不健全的人 法律就只是一张擦屁股的卫生纸一样 我们现在知道 警察是认识这个枪手的 我不太想要放这个枪手的影片或照片 因为像他这个样的人 不应该变得更出名 他就应该被活埋在土里 让自己的身体慢慢被腐烂 而且身躯 根据The Health的报导 这个人在2019年的9月的时候 就被警察抓过了 原因是因为他要威胁 杀光他家所有的人 而且警察来的时候 还在他的房间里面 找到了大量的刀鞋 Highland Park的警察 第一时间就开记者会 重案组的Chris Cavalli 在记者会上面说 这个枪手几乎全身都是红旗 这次是一终的报复 所以 Highland Park still responded to the residents a week later spoke with spoke with parents and the matter was being handled by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at that time there was no law enforcement action to be taken it was a mental health issue handled by those professionals the second occurred in September of 2019 a family member reported that Chris said he was going to kill everyone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 這個人之前就有想要自殺 自殘的這個心理疾病 在2019的時候 就要威脅殺光他全家 我們也知道警察來了 把他的刀線拿走了 但是在法律裡面 我們沒有對於這些暴力分子 跟心理不健全的人的對策 因為我們為了左派的議程 或是陰謀 我們變得不去理會 真正的這個心理疾病的人 左派照道理說 是由法律來應對的 我們可以把這些暴力 而且有心理疾病的人 放在監獄裡 48到72個小時 然後找那些義工 來輔導觀察這些人 但是對於這些暴力分子 或是心理變態的人 我們是完全沒有機制把他們關起來的 讓他們沒有辦法出來傷人的 原本在1950年或是1960年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把這些精神病關起來的 但是最後 左派為了這些人的人權來抗議 說這個是違反人權跟基本自由 他們已經是神經病了 你們怎麼還可以把他們關起來呢 最終決定就是把那些神經病 全部都放出來 讓他們去看心理醫生 讓心理醫生幫他們開藥 問題就是你沒辦法管他們 是不是有吃藥 因為如果他們已經有心理疾病了 你還要逼他們吃藥的話 他們反而會更反感 他們會覺得有人在壓制他們 有人在打壓他們 他們沒辦法活出他們最真實的自己 所以因為過去這好幾年 我們在吹捧神經病是正常人的關係 我們現在對於神經病一點辦法都沒有 如果我們無法控制自己的神經病的話 這個樣子的槍擊案就會常常發生 也就表示所謂的紅旗法一點用處都沒有 因為像在伊利諾伊州 就是一個有紅旗法的州 但是這個紅旗法對神經病沒有任何的作用 紅旗法是他們用來對付合法持槍 但是政治理念跟他們不同的保守派 遇到神經病他們就會把他們放出來 然後繼續放安 而且照道理說 這個人已經被證明是精神有問題的 神經病了 已經有威脅 而且有暴力傾向了 但是他還是可以合法的去買五把槍 報導說這個人在獨立紀念日當天 身穿女裝 爬到大樓的屋頂上 開始對下面的遊行隊伍開槍 這個槍手並不是個變性人或是什麼之類的 他穿女裝好像只是為了要躲避警察而已 報導上面說 嫌犯在屋頂上面開槍 打完一個彈夾之後留下長槍竄逃 他們找到他的原因 是因為在槍上找到了他的DNA 八個小時後把他逮捕到案 報導上面還說 警察局聲明 警察沒有辦法禁止他購買槍枝的理由 嫌犯的父親也是購買槍枝的 cosigner委託人 這邊穿插一下 如果去看那個報導的話會很奇怪 因為從頭到尾他沒有說到 AR-15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人使用的不是AR-15 你如果看那個報導的話 他會說是 AR-15 style rifle 其實就是一個 CALTEC 好像叫做SD2000之類的吧 也就是說 雖然他不是用AR-15 但是媒體還有各式各樣這些人 還是想要把他把這個槍擊案跟AR-15扯上關係 這就是媒體有多變態 所以紅旗法不會有任何用處 因為社會沒有健全的機制 來去幫助這些腦子有問題的人 壞人想要買槍還是可以買槍 因為紅旗法是很需要 家人互相攻擊的機制 有多少人會把自己的兒子告發 有多少的父母會想要承認 自己的孩子是個神經病 為了要讓社區變得更安全 這就是為什麼社區的關係很重要 因為我們要足夠在乎我們的社區 還有我們社區的安全 才會有勇氣去做紅旗法 要我們做的事情 例如這個殺人犯的叔叔 上個星期上電視台說 這個人完全沒問題啊 一切良好 - There's been no warning signs - As I saw Ozai - I saw him yesterday evening - When I went home I said hi to him - And then when I came back down stairs - I said bye - He said bye - And that was it - That was normal standards - Of all time - And I see no nothing - That would trigger him - After doing this at all - And no mental problems - Or psychological problems - In the past - Not that I know of - He's a real quiet kid - He keeps everything to himself - And he doesn't express himself out - So he just like sits down - On this computer - And there's no - There's no interaction - Between me and him - Okay - He won't be taking the - Oh no - He's a real - There's a real - He's a real - He'll just take the - He's a real - He'll be using the 為了什麼的社交滿足 什麼事情他都做得出來 為了一個讚 為了點閱率變多 什麼都做得出來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不想要把這個人的名字說出來 我們不想要把他們想要的東西給他們 我們不想要讓這些變態得到滿足 這些人 這些槍擊案的這些變態 都是一群想要被注意的人 這次的槍手就是這樣的人 他放了很多照片在他的Instagram上面 很多影片在他的YouTube上面 把自己頭髮染得亂七八糟的顏色 就是為了要吸引人的注意而已 然後其他人也想要變得有名 也想要變得突然大紅大紫 他們看到這樣的變態殺人狂 突然爆紅了 全美國都在討論他們 他們就會想要做同樣的事情 所以很多左派的人在說槍支是問題 其實很大一部分的心理問題 就是現代媒體追求暴力 追求色情 追求點閱率而造成的 我們會怪罪社交媒體 為什麼沒有把這些照片或影片拿下來 我們會怪槍支為什麼會殺人 我們會怪他身邊的人為什麼沒有早點發現 但是我們不會怪那些 讓大屠殺跟暴力事件不斷發生的 因為他們不斷報導 而且鼓勵這個樣子行為的媒體 最後一個就是 宏觀的社會問題 當我們的社會變成一個沒有社群 沒有社區 所有的生活都在網路上的時候 每一個人好像朋友很多 但是變得更孤獨的時候 我們的人就會變成更暴力 這樣子獨居的社會會助長暴力 會助長自殺率 美國現在廣大的心理問題 不是一個出乎意料的局面 美國近二三十年教導我們就是 所有的社會制度 所有的道德倫理 都是在打壓你 在壓迫你 然後最好找到快樂 最好找到自己的方法 就是忽略所有的社會制度跟道德倫理 忽略所有的傳統跟常識 這個樣子就可以得到快樂 這樣子你就有繼續活下去的能力 我們的社會認為我們應該要活在一個 主觀的自我價值裡面 沒有好沒有壞沒有對沒有錯 只要做自己就好 只要做自己就可以得到快樂 結果就是這個樣子的幻想 造成了更多精神病 讓更多的年輕人活得更困惑更混亂 這些年輕人活得更沒有意義沒有自我 卻以為這個代表自由 美國槍擊率這幾年升高了這麼多 以前可能十幾年才會出一起 這兩年已經出過幾個了 同時年輕人的自殺率也是創史上新高 很多年輕人說什麼 這有這個症有那個症自己有自殺傾向 好像這個又得病 好像得病是個流行 得病反而會受到鼓勵 得病反而會受到關注 得病反而會被別人注意 憂鬱症跟精神病反而代表了勇敢 我們在教導我們的年輕人 在生理上當個受害者 心理上也要當一個受害者 在經濟上 社會上 職場上 都要當一個受害者 因為這個是 可以讓他們得到掌聲跟鼓勵的理由 而且不會被責罵 也不能被管理 因為這樣代表說 別人在欺負他們這些 已經有精神疾病的人了 這樣就霸凌了 原本在社會上面的承諾 義務 這些我們原本應該要教導我們孩子 讓他們成功成為社會的一部分的東西 當我們放棄了這些原本讓孩子成為 有文明有教養的人 被意識形態跟自我滿足的變態心理抹去 他們就只能憎恨自己 因為他們沒辦法變成他們心理想的那個人 他們沒辦法過上他們心中理想的生活 的時候 他們就會變得越來越暴力 我很少花大概一整集在討論一個槍擊案 我只是想說 這些槍擊案不斷發生 我們要怪的不是某個政治人物 我們要了解的是 當我們把一壺水放在火爐上的時候 就不要認為裡面的水不會沸騰 而且當水沸騰的時候 有的時候蓋子就是會彈出來 這個就是美國的文化問題 我們的教育失敗 年輕人沒有方向沒有目標 沒有道德沒有神 這些都不是立法院或什麼紅旗法 或是槍支管理可以解決的 當我們的家庭不斷用沒有道德 沒有目標的方式教導小孩 我們的未來就是會有越來越多的神經病 這個世界上有越來越多孤單的 孤獨的小男生心裡有問題的 他們就是會去做這個樣子 傷害無辜的事情 我們如果要解決類似這樣的槍擊案的話 我們就要必須認清楚 這樣子的槍擊案 跟其他那種槍擊案是不同的 幫派火拼的處理方式 蓄意謀殺 仇殺 這些槍擊案 都跟這些孤獨的 心裡有問題的男生 拿著槍去學校殺人不一樣 說只要沒有槍 這個世界就不會有問題 是一個完全不負責任 而且愚昧的 因為很明顯這些立法委員立下來的法律 一點用處都沒有 這個人有好多紅旗插在身上 但是他還是繼續放案了 而且不是只有我在說 就連左派都說 紅旗法一點用處都沒有 以下是極左派也是前FBI的大官Andy McCabe 在CNN上面說 紅旗法一點用處都沒有 有很多興奮 因為最近的國際法律 提供給國際法律 提供紅旗法律 如果我們還有另一個情況 當我們有一個重量 發出很多訊息 可能是他的聯繫 和家庭的聯繫 都知道 但仍然沒有訊息 在法律法律 真的會問 這些紅旗法律法律 能夠有效 是的這是一個好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很明顯 不能靠立一堆沒有用的法律來解決 但是我們的政府跟立委 就只會立一堆聽起來很好聽 但是除了奪取公民權益 沒有任何功效的法律 而且假裝自己絕對有 解決所有問題的方案 例如我們的這個第一位 不是黑人的黑人女性副總統 Kamana Harris 沒有任何的能力 沒有任何的經驗 沒有任何的智慧 解決任何東西 以下是他上個星期四 討論關於這次槍擊案的現場 我知道支持槍枝管理 甚至徹底進槍的華人很多 絕大多數的華人媒體 也都不敢討論支持槍枝的觀點 但是我們要認清的是 問題真的不是出在槍上 問題是出在人身上 對於賀止校園槍擊案 槍枝暴力 槍枝犯案的情況 我們最要檢討的 就是我們自己 而不是假裝看不到 認為這一切就OK了 因為能解決這樣的問題 不是立法委員 而是我們自己 只有我們自己做到我們自己的最好 而且好好的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才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人出生都跟動物一樣 沒有道德也沒有美德 小孩出生的時候 沒有一個會說 請謝謝對不起 沒有人出生的時候 就是知書達理 有學問有道德的好人 做一個好人 做一個有道德的人 一個有美德的人 是需要透過努力 節制 而且奮鬥 才可以做到的 社會道德敗壞 不能期待任何政治人物 來拯救我們 因為在一個民主國家裡面 只有我們用生命 改變其他人的生命 創造出一個有道德的社會 我們才會選出一個 有道德 有美德的政治人物 這就是為什麼 AInew喜歡討論的新聞 跟其他頻道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要改變的是社會 而不是政治型態 因為改變政治型態 沒有用 很抱歉 今天只講了一個新聞 而且還不是一個新聞 但是我們的節目 目的就是要改變人的價值觀 而這個價值觀 非常非常的重要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news 每個人身體都非常重要 千萬不要讓有毒的物質 在你的身邊 例如擦指甲油的時候 指甲油就要使用 無毒無害無動物測試 Tenfree的Nichi Nails 人要活得健康漂亮 可以從小處做起 Nichi Nails 顏色眾多 帶亮片沒有帶亮片的 亮面的霧面的 你想要有什麼顏色 就可以有什麼顏色 100% made in USA 現在就去他們的官網 www.nijila.com 選購他們的商品 結帳的時候輸入折扣碼 AINews 10 就可以享受10% off的優惠 Nichi Nails的指甲很安全 連小孩都可以使用喔